這是一份20分鐘的投影片 但是我要在三分鐘內講完 所以就是要 對 七倍數之類的 這個是大家過去1770年 對這個AI的想像 就是它是可以跟你下棋的機器人 但實際上就是個騙局 但是在2017年 2016年的時候呢 這個終於打敗了 為棋高手 那是一個非常大的進展 那我們想 AI就是data再training 然後最後一個AI的behavior 那你當然下面需要 很多算力這些東西 那這一章要講10分鐘 所以就先不講了 然後呢 我們來回顧台最重要的是 我大概講幾個 我覺得人機協作時代這個AI 我們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個AI的公正性 還有財產權的變化 跟運算對環境的影響 那其實最重要 其實我想要討論的是 關於這個偏見的問題 就是AI的演算法 沒有偏見這件事 應該是很多人大家都知道了 那 但是關於偏見這件事 我們要怎麼克服呢 他們 之前大家會關注在說 資料庫的這個 資料的這個 就是有沒有偏見本身 但最近的研究 他們會認為說 其實AI的反應就是 反應原來人類社會 行為的樣態 所以如果人類社會的行為 沒有 社會裡面的偏見沒有被改變的話 其實大概也很難 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想特別講的是 關於臉部辨識這件事情 臉部辨識這個技術 其實已經很久 不是這一波生成式AI 出現才發生的 但是 在中國臉部辨識 就被用到非常極致的狀態 就是你走在路上 你的臉就可以出現在旁邊的螢幕上 然後說你穿越馬路 可以扣 要Social credit 這邊要扣五分 那 但是在美國 大概 就有 我最近看到知道 大概有13個國家 他們是 在警政上禁止使用臉部辨識技術的 那 最近臨時小學校 有一個非常有趣 就是上次我們每年都會做demo day 有一個專案 我覺得是非常有趣的專案 就是 他其實想要解決的是一個非常 非常 我覺得非常重要的問題 就是線上學習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很歡散 那我其實 因為我小孩自己 我三個小孩 其中有一個的老師 就跟我說 他們這一年的小孩 因為經過疫情 所以就很很慘這樣 好一分鐘 那最後呢 我想講的是 我想討論這件事情 對 就是 未來的這個問題 那我們會有一連串的 就是從讀書會 原地曾年齡 跟Dable Day的爭建 來討論這件事 那今天我想要找的是 想問問題的人 然後願意一起討論 AI衝擊相關問題 還有 接下來有意願來做講師的人 那 就 這個 後面有一個還蠻有趣的影片 可以給大家看 那反正我的 這一份頭影片都公開了 有問題可以 等一下找我來聊 那但是因為我等一下 大概十二點左右 會離開 所以就請 先花時間給我 謝謝 謝謝 謝謝伊莎貝 這樣是不是太提醒大家 時間會用完 大家現在時間控制都很好 那我們下一位是請 謝謝